说到男人补肾呢 不能只考虑着吃羊腰 有的倒少可他让点羊腰 补肾强身呢 吃它呢也有用 由于这个生活压力大 应酬多 再加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很多这个男性朋友 或多或少的都有那个 功能下降 硬度不够啊 等难科的问题 大家好 我是王医生 后台的粉丝朋友留言了 说这个肾虚的问题 但是呢又不想吃药 看能不能推荐一些食疗的方法 那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几个 在家就能搞定的小方法 需要的朋友先收藏一下吧 第一个我们就说的这个韭菜 韭菜大家都吃过 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韭菜呢 壮阳效果很好 其实啊 真正具有补肾壮阳的是韭菜的韭菜子 它呢是也是我们的一味中药 别看他看上去黑乎乎的像芝麻一样 但是它的功效很强大 它就有这个温补肝肾 暖腰期壮阳固精 尤其是这个补肾壮阳的效果 特别好 特别是有的这个肾阳不足的 这个阳尾枣蟹 很多方子有的时候 我们就配上那个韭菜籽 肾阳虚衰 以及肾气不顾 引起的这些个阳尾呀 宜精啊 枣蟹呀 小便灯多呀 和这个腰气酸软冷痛啊 这个韭菜籽呢都非常好 那么怎么吃才能效果更好呢 我们这时候就考虑用盐炒一下 拌润了以后放在锅里了 炒至微黄 这样呢 把它打碎盐成粉 每天呢服用一点 也可以把盐抹好的的韭菜粉呢 买一些这个胶囊装到里面 这样呢服用更方便 携带也更方便 第二个呢就是山药 山药是单纯的健脾味的药 其实山药呢 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 就是顾肾易经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啊 说这个山药就有 健脾补移 滋经顾肾治疗猪病 疗五劳七伤的记载 像一些肾气不顾引起的易经啊 枣蟹呀 小便贫硕呀 经常吃山药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鲜子 第三个呢 就是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 因为我们中医讲啊 黑入肾 经常使用这个黑色的食物呢 就能够起到强身强肾的作用 并且呢这个还能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你像我们常知道的这个桑肾啊 甚至海参啊 等等都有这个滋补肝肾的作用 包括一些黑豆啊 这些都有一些滋补肝肾的作用 同时呢有缓解腰气酸软的作用 另外呢 中医讲究一人一方 如果你也有同样的健康问题 还搞不清楚的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来帮大家辩证分析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